大家好,我是娟娟姐 今天我们来一起勾这款彩色帽子和微博的套装 很好看的颜色搭配 大人和孩子呢,都是非常适合的 我们可以把它做成亲子款的这个套装 那么我们只要会勾这个帽子了 那么我们这个微博呢,也就会勾了 这个帽子和微博的这个颜色搭配以及勾法呢,都是一样的 好,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勾 好,接下来我们来起针 先这样打一个线圈 然后勾针,穿进去,适当拉小 左手把线搭好 勾针,把线绕住,直接这样带过来 这就是第一针变子针就起好了 就按这个方法呢,一直起针,起到我们所需要的长度就可以了 那么由于每个人的手法松紧不同 所以我们这个起针数呢,也会不一样 所以我们起针的标准是什么呢 我们就根据这个头尾的尺寸来起针就可以了 以这个头尾尺寸为参考数据 然后一边勾呢,可以一边在头上面这样围一下 看一看这个大小肥瘦 这样呢,是最准确的 还有就是我们的这个起针数呢,必须是10的倍数 大家把这一点记住 接下来我们继续起针 直接用勾针,把线绕住,拉过来就可以了 大家看一下 第二针 然后第三针 第四针 那么我们在起针的时候呢,尽可能起得松一些 这样的话呢,我们在勾第一行的时候呢,会比较好勾 那么我们今天呢,就起90针 那么按照我的这个手法松紧呢 这个起针数,五六岁的宝宝袋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好,姐妹们看一下,我已经起好针了 然后呢,我们在最开始的第一个辫子针针眼里面 穿针 勾一个引拔针 连接一下 把线勾住 拉过来 直接带到后面这个线圈里面去 这一整圈就连接好了 那么大家可以把形成的这个圈呢 在头上面拾带一下 看一看这个肥瘦大小 紧的话呢,那么你再多起几针 松的话呢,我们再给它少起几针 这样呢,决定我们这个起针的多少 好,我们这个起针起好之后呢 接下来呢,我们就开始勾第一圈的部分 第一圈呢,我们是要勾一圈的长针 先勾三个辫子针 这三个辫子针呢,它是作为长针的奇力针存在 也是作为第一个长针来使用 第三针上面做一下标记 它这一针呢,就相当于是从第一个辫子针针眼里面出来的 然后我们把辫子针这样翻转过来 看着辫子针的里扇处 每一个辫子针的里扇处都有这样一根线 我们就调这根线呢,作为针眼的部分就可以了 然后呢,把线绕住 从第二针辫子针的里扇处 调起 这根线 这个是针眼的部分 线尾横在上面 然后把线勾住 拉过来 拉到和三个辫子针同等的高度 然后拉线,把前面两个线圈并在一起 再把后面两个线圈并在一起 这是一个真正的长针 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把后面的每一个针眼里面都这样勾上一个长针 我们再来看一下长针的勾法 先用勾针把线绕住 然后从针眼里面穿针进去 线尾横在上面 勾针把线拉过来 然后并针 然后再并针 第二个长针就勾好了 接下来继续勾第三个真正的长针 就按这个方法呢 把后面的每一个针眼里面都勾上一个长针 加上最开始的那三个辫子针 总共是90个长针 也就是说你起了多少针呢 总共就会有多少针的长针 大家跟着我呢 把第一圈勾好 好,我们就这样呢 把第一圈勾好了 然后我们进行一下手尾相接 在做标记的第三针上面穿针 把线拉过来 再到后面线圈 这是一个引拔针 这样的话第一圈就连接好了 接下来开始勾第二圈 还是先勾三个辫子针 它和下面的这三个辫子针呢 是对应的 第二圈呢 我们还是勾长针 不过呢 我们需要勾外勾长针和内勾长针 我们看一下这两种长针的勾法 外勾长针呢 需要在外面这样横着 挑起这个长针 内勾长针呢 需要在里面这样横着 挑起这个长针 我们来勾一下 首先呢 还是需要用勾针把线绕住 然后横着 挑起第一针真正的长针 把线拉过来 并针 再并针 这是一个外勾长针 接下来我们勾内勾长针 绕住线 从里侧 把第二针 这样给它 挑起来 把线拉过来 并针 再并针 好 接下来重复这个过程 先勾一针 外勾长针 然后一针 内勾长针 好 就按这个方法呢 把这一整圈 勾好就可以了 一针 外勾的 一针 内勾的 好 第二圈 勾好之后呢 还是 进行一下 手尾相接 在第三针上面穿针 勾一个引拔针 连接好 接下来勾第三圈 先勾三个变子针 这个第三圈的勾法呢 和第二圈的勾法呢 是一模一样的 还是呢 勾这个 外勾长针 和内勾长针 这样颠倒着勾 第一针勾 外勾长针 然后呢 第二针勾 内勾长针 就按这个方法呢 我们把这个第三圈 给它勾好 好 姐妹们看一下 我们这个第三圈 勾好了 接下来开始勾第四圈 还是先勾三个变子针 第四圈呢 我们就开始勾花形的部分了 这三个变子针呢 算作是第一针 我们先勾好五针 还是外勾长针 对应勾外勾长针 内勾长针呢 对应勾内勾长针 这是勾了三针了 算上三个变子针 三针了 然后第四针 第五针 勾好这五针之后 接下来呢 我们就勾十个变子针 我们来勾一下 好 勾好这十个变子针之后呢 我们在第五针长针的边缘的部分 挑这根线 然后呢 再挑起下边这根线 同时穿过这两根线 把线勾住 拉过来 勾一个引拔针 这样就可以了 接下来呢 再勾好五针 再这样勾小变子针 后面的部分呢 就是外勾长针 对应勾外勾长针 内勾长针呢 对应勾内勾长针 该勾什么长针呢 就还对应勾什么长针 第三针 第四针 第五针 勾好五针之后 接下来再勾这个小变子针的部分 好 勾好这十针之后 在第五针长针的边缘 挑起这根线 然后呢 再挑起这根线 同时穿过这两根线 然后呢 勾一个引拔针 连接一下 这样就可以了 这一整圈呢 都是这样一个勾法 接下来勾 五针长针 该勾外勾呢 就对应勾外勾 该勾内勾呢 就对应勾内勾长针 好了 勾好五针之后呢 继续勾十个边子针 好 勾好之后呢 穿过这两根线 勾一个引拔针 连接好 好 接下来呢 就按这个方法呢 把这一整圈呢 全部勾好 好 我们就这样一直勾到最后 最后呢 我们还差一个这样 十针的边子针 我们再把这个 十个边子针 给它勾起来 每隔五针呢 就这样勾一个 十针的边子针 然后 连接一下 然后呢 我们再把这一整圈 连接好 勾一个引拔针 这一圈呢 就相当于是 这个花形的 第一圈的部分 每隔五针 勾这样一个 十针的边子针 好 接下来呢 我们继续勾 花形的第二圈的部分 先勾一个边子针 第二圈呢 我们就是说 勾一圈的短针 所以呢 勾一个边子针就可以了 然后要这样 翻转过来 倒着往回勾 在每一个针眼里面 都对应勾上一个短针 就可以了 先在这个地方的 第一针里面 勾上一个短针 这个短针 相当于是 这两个花形之间的 我们先给它 做好标记 它不是说是 前面两个花形之间的短针 两个花形之间呢 会勾出五个短针 我们刚才勾的这一针呢 是属于后面 这两个花形之间的 一个短针 接下来呢 我们勾前面的部分 就是按照每一个针眼里面 对应勾上一个短针 把线拉过来 并针 这就是短针 两个边子针之间呢 给它勾出五个短针 这是第二针 第三针 第四针 第五针 好了 这两组之间 勾好了五针了 接下来我们在 下两组之间 再勾出五针来 那么这一整圈 勾下来之后呢 正好就是我们原有的 针数 九十针 就对了 大家跟着我呢 先把这一整圈的短针 勾好 每一个针眼里面 对应勾上一针 好 这一圈短针 就勾好了 接下来呢 我们应该进行 手尾相接了 我们用新的颜色线 来进行手尾相接 把这个灰颜色线呢 给它放到前面来 这一面呢 是反面 然后呢 勾针这样穿针 一定要记住是这样穿针 因为一会儿呢 我们要看着正面来勾 所以呢 我们这样穿针 一定要注意是这样穿针 从正面 穿向反面 这样穿针 然后加入新的颜色线 这个线尾和上一个颜色线呢 永远要留在这个反面的部分 大家看一下 把新的颜色线这样勾住 拉过来 这样就可以了 把灰颜色线拉紧 接下来就用新的颜色线呢 来勾这花形的部分就可以了 先勾三个变子针 它算作是一个长针来使用 那么我们这一圈在勾的时候呢 就不用再勾这个内勾和外勾了 都是正常的勾这长针就可以了 先勾五个长针 把这个蓝颜色的线尾呢 横在一侧 一会儿勾起来 灰颜色线呢 不用管 就让它正常的放在这个帽子的反面 就可以了 因为我们这个帽子呢 是一行花色的 一行灰色的 所以呢 不用剪断 就这样放着就可以了 接下来用蓝颜色线呢 再勾好四个长针 每一个针眼里面 对应勾上一针就可以了 正常的勾长针 不用再勾这个 外勾长针和内勾长针了 算上最开始的三个辫子针 总共呢 是五针 好了 勾好这五针之后 我们就勾这个小辫子针 一样的勾法 然后呢 连接一下 好 接下来呢 再勾好五针 然后再勾这个小辫子针 这一行的勾法呢 就和刚才我说的这个花形的 第一行的勾法是一样的 这个花形呢 总共是两行 第一行就是说勾五个长针 然后呢 一个十针的辫子针 第二行呢 就是一行的短针 之后呢 我们就是不断重复勾这两行就可以了 只不过中间呢 我们需要不断的换色 大家跟着我呢 先把这一行勾好 好 姐妹们看一下 蓝颜色线呢 这一圈就勾好了 我们进行一下手里相接 同时呢 把这灰颜色线呢 搭在勾针上面 向上带一下 把线拉过来 勾一个引拔针 连接好 接下来呢 我们再用蓝颜色线呢 勾一圈短针 勾一个辫子针 然后呢 翻转过来 往回勾 之前说过的花形 总共包括两行 第二行呢 就是勾一行的这个短针 第一个短针勾好之后 做好标记 好 接下来 继续勾后面的部分 每一个针眼里面 对应勾上一个短针 这个彩色线呢 每一个彩色线 我们都是给它勾上 一组完整的花形就可以了 一行长针 一行短针 大家跟着我呢 先把这个 这一圈短针勾好 好 姐妹们看一下 我们这一圈短针勾过来了 接下来呢 我们应该进行 这个手尾相接了 同时换成这个灰颜色线 大家看一下 还是从正面 穿向反面 换成这个灰颜色线 勾这个引拔针 这样就可以了 蓝颜色线拉紧 接下来呢 用灰颜色线呢 再勾这两行 之后呢 我们就重复的勾这两行 就可以了 一行长针 然后呢 一行短针 不断的这样重复 然后中间呢 不断的换色 两行花色 两行主色 先勾三个变子针 做好标记 接下来勾四个长针 在勾的时候呢 把蓝颜色线尾呢 横在一侧 勾上几针之后呢 直接剪断 因为后期呢 我们就不再用到 这个蓝颜色线了 勾好这四针 然后呢 加上我们最开始的 三个变子针 总共是五针 勾十个变子针 然后连接一下 这就是我们花形的 第一行的部分 然后把这线尾呢 直接剪断 每一个彩色线 再勾好两行 也就是一组花形之后呢 都直接剪断就可以了 不用留着 灰色线呢 不用剪断 一直带着往上勾 就按这个方法呢 我们给它 一直往上勾就可以了 中间呢 该换色换色 我们看一下 换色的顺序 主色呢 是这个灰色 永远都是勾 两行的这个灰色 然后呢 换成花色 最下面是蓝色 然后灰色 黄色 然后灰色 然后上面呢 是橘黄色 就这样 依次按照顺序呢 换这个颜色就可以了 勾法都是一样的 重复 这两行的勾法 好 接下来姐妹们跟着我呢 按这个顺序呢 一直往上勾 就可以了 大概勾到这个 16到18厘米 这样一个长度 我们就可以进行减针 好 大家看一下 我们这个帽子 帽身部分 勾好了 就是从 最开始的 我们这个 起针的这个地方 开始测量 这个长度 大概是 18厘米 这样一个长度 接下来 下一行呢 我们又需要进行换色了 我们要换色 还需要剪针 但是呢 我们不用再勾 这个花形的部分了 大家看一下 这一圈呢 也不用再倒着勾了 我们直接就是 转着圈来勾 往前面勾就可以了 还是 从这一针上面穿针 把新的颜色线 带入 线尾都拉紧 接下来我们需要剪针 先勾三个变四针 往前面勾就可以了 不需要倒着勾了 在前面三个针眼里面 分别勾出一针长针的未完成针 这样呢 我们来进行剪针 我们看一下这个勾法 绕住线 穿针进去 线尾呢 横在一侧 勾起来 然后把线勾住 拉过来 并一次针就可以了 这个是长针的未完成针 接下来再勾上一针 然后再勾上一针 勾好之后呢 把这四个线圈并在一起 就相当于是 把中间的三针呢 给它并为了一针 这个地方就等于剪针了 接下来我们拉线 并针 好 接下来呢 再勾好一个长针 完成的长针 其实我们中间呢 直接给它勾两个长针就可以了 勾两个长针 然后呢 三针并为一针 再勾两个长针 然后再三针并一针 我们再勾上一个长针 接下来 勾三个长针的未完成针 一针 两针 三针 然后并针 拉线把这四个线圈 同时并在一起 接下来勾两个完整的长针 一针 两针 接下来勾三个长针的未完成针 减针 二 三 然后呢 拉线并在一起 这一圈就按这个方法呢 把它勾好就可以了 这个就是我们不断减针的过程 减针的第一圈 好 我们就这样呢 一直勾到最后 把最后一针 勾起来 然后呢 进行一下手尾相接 同时呢 把这个灰颜色线 带一下 连接好 好了 勾到这里之后呢 我们先暂停一下 先不要继续往下勾 我们先把前面勾好的 这个变子针这个地方呢 先给它套好 大家看一下 直接这样 拉过来 拉过来 一针 对着一针这样 给它套好 非常简单的 勾住 拉过来 一直连接到最后 这样就可以了 好 接下来呢 就按这个方法 把这个所有的 变子针呢 全部这样 套起来 好 大家看一下 把所有的这个 变子针呢 全部这样 套起来了 接下来我们继续往下面勾 还是用这个蓝颜色线来勾 先勾一个变子针 然后呢 反转过来 我们需要一边勾短针 一边连接下面的这个 变子针的这个线套的部分 把这个针眼 穿过来 然后呢 再把这个 线套的一部分 穿过来 十个变子针这个地方 穿过来 勾一个短针 然后下一个针眼 穿针 然后再穿一下 这个十个变子针的空隙 拉过来 勾一个短针 这样的话 就把这个地方固定住了 接下来勾一个短针 然后连接下一个这个 变子针的这个线套 每一次呢 在这个地方都连接两次 勾两个短针 这样就可以了 中间呢 隔开一个正常的短针 勾一个短针 然后呢 连接下一个 需要连接两针 按这个方法呢 把这一整圈的 这个变子针的这个地方呢 全部固定住 全部连接好就可以了 好 就这样勾到最后 最后一针勾起来 该换线了 然后把这个蓝颜色线呢 放到这个帽子的反面 接下来呢 我们要看着这个正面来勾 还是这样从正面穿向反面 换成这个灰颜色线 勾一个引拔针 连接好 接下来呢 我们就用灰颜色线来勾 两个变子针 这一圈呢 还是需要减针 用中长针 两针并一针的方法来减针 我们来看一下 绕住线 然后在针眼里面穿针 把线拉过来 然后呢 和前面辫子针并在一起 两针并为一针 接下来勾两针并为一针 绕住线穿针 拉线过来 这是一针了 然后 穿针进去 拉过来 把这五个线圈并在一起 按这个方法进行减针 把这一整圈全部勾好 先勾好第一针 然后再勾好第二针 并针 就按这个方法 剪针就可以了 把这一整圈 全部勾好 好 中长针呢 剪针剪了一圈 接下来勾一个辫子针 接下来的两圈呢 都用这个短针 剪针的方法来剪 我们看一下 在第一个针眼里面穿针 然后拉线过来 不要并针了 然后呢 再穿针 再拉线过来 把两针并在一起 我们再来看一下 穿针 拉线过来 再穿针 拉线过来 并针 这样就可以了 接下来呢 我们就用这个灰颜色线呢 连续用短针剪针的方法 勾好两圈 不用再倒着勾了 都这样顺着勾就可以了 接下来都用灰颜色线来勾 不用换色 好了 我们用这个短针剪针的方法 剪好了两圈 把线维拉长 最后呢 剩下一个小洞 我们用缝合针 来处理一下这个小洞的部分 剩下的每一个针眼里面 都给它挑起半个线圈 每一针都挑起半个线圈 拉紧 这个地方就没有动了 然后呢 多固定几针 然后呢 我们就顺带把这个毛球呢 钉在这个帽顶的上方 缝上几针 固定在这个地方就可以了 然后呢 把线尾呢 穿到这个帽子的 里侧 也就是反面的部分 给它把线尾的部分 多固定几针 藏一藏 然后呢 直接剪断 好了 我们这个帽子就完成了 非常漂亮的一款帽子 那么大家可以根据这个方法呢 把这个帽子进行扩大或缩小 都是可以的 方法 就是这样一个方法 好了 最后呢 我们在这个 找一个这个装饰品 缝在这个帽边上面 这样的话呢 会显得更加的好看 把这个小的标签 缝在这个帽边上面就可以了 我们这个帽子就完工了 好了 我们这个帽子 勾好之后呢 我们再来勾一下这个维脖的部分 维脖呢 就更加好勾了 和这帽子的勾法呢 是一模一样的 切好针之后 我们这个帽子呢 是在第四行上面 勾的这个花形的部分 勾的小辫子针的部分 那么我们的维脖呢 在第二行的时候呢 就勾这个花形 然后勾好之后呢 换色 按照这个方法呢 一直向上勾 帽子需要剪针 这个维脖部分呢 不需要剪针 把这个辫子针都套过来之后呢 最后呢 也是用短针呢 给它固定在这个上面就可以了 方法都是一样的 参考一下这个帽子方法就可以了 用这个短针固定住 然后勾好这一行短针之后呢 在这个上面的部分呢 再勾上两行的这个内勾长针 和外勾长针就可以了 我们这个微博呢 也就勾好了 好了 我们这个漂亮的帽子 微博的套装就送给大家了 感谢姐妹们的观看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字幕志愿者 非常的 Joel